不知道为什么,我每次看到崔永元的照片,都有一种伤感,他的正直,他的责任,他选择的路让人心疼,看看这些年崔永元都做了什么,有没有资格发言,有没有资格得到大家的支持。 7月11月手机二杀青了,中午冯小刚微博上,回应了崔永元这两个月说的话,冯小刚给吹发了试问,大致意思就是,你喊了两个月了,我没理你,今天我有空了,好好地糟蹋你几句,你是一个小人,一个坏人,一个坏到极处的人,一个专门说别人错误的人,面对冯小刚的回应,看看网友都怎么回应的, 看到大家都是支持崔永元的,所以屏蔽了部分,下午崔永元也恢复到,你好称是导演,说话像没穿裤子,好称是作家却告诉女儿不只下午叫不要脸,上市公司总裁张嘴叫下座,多不好。 晚上冯小刚又转发,刘正宇为博信封血雨之后,真相和时间,是最有力量的,是的,这也是大家所期待的,再多的狡辩在事实面前,都显得很苍白,因为事实胜于雄辩。 谢谢大家!